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最新报道 根据多种数据汇集的信息 现在中国正给予建立来自国外的粮食 还有其他战略物资的储备 目的是在全球风险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确保供应稳定 根据报道七月份两艘邮轮从伊朗出发途中停靠广东的惠州港 带来的原油很有可能是在中国石油化工专门使用的设施中接收的 从伊朗出发的邮轮在八月份多次停靠中国 本月也有计划这样做 官方数据显示 从一月到七月中国进口原油三点二亿吨 比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这样增长的背景是人们担心大流行的潜在影响 以及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对中国依赖外部供应的商品准入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北京希望保持高储备 以避免可能引发国内不满的物资短缺 据信现在北京正在现货市场上购买资源 以补充长期合同供应 它利用去年春天油价暴跌的机会来增加库存 中国一直对储备信息保密 几乎没有公开数据 但是八月有报道说 国有的北京安泰科信息 建议政府将有关贵金属的库存增加两千吨 这是一种被用于锂离子电池的应用 而中国推动电动汽车等增加了对金属的消耗 根据报道 中国政府在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六年再次购买了两千多吨贵金属 而大流行正在干扰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运输 而该国占到了全球供应的大部分 根据市场人士观察 今年下半年 当中国需求开始恢复时 价格将出现回升 除了石油和金属之外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 确保粮食安全 上周生产化肥储备立法 包括对私营部门的假库存进行了补贴 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资源的库存量 这种资源在国内不像蛋和林那样丰富 除了大豆外 中国也基本保持了比较高的粮食库存量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中国在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二年销售年度 有超过一点五亿吨的小麦 比三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而同期大米库存猛增百分之二十 远超一点一亿吨 玉米库存在此期间下滑了两千万吨 但是总体趋势是逐步上升的 现在习近平的政府还发起了反对浪费的运动 主要原因恐怕有两个 一个是如果国外粮食收成不佳 中国可能无法采购到足够的粮食 来满足其国内需求 另外一个担忧是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恶化可能会阻碍市场准入 日本专家表示中国在中短期内不可能出现物资紧缺 但是习近平在考虑与国际关系有关的风险 四月份报道显示中国正在加紧建立大豆玉米食用油的储备 而随着长江流域大洪水几率的上升 疫情在海外没有减弱的迹象 北京很可能继续增加储备 同时将购买大豆还有其他作物 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了拜登与中国的关系 这篇长文的最开始介绍到 在一个炎热的八月 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拜登 在海边大院下了一辆小巴士 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会晤 在一次午餐宴会上 拜登还有其他参议员与中国官员 据OJ辛普森案的审判所揭示的美国法律体系的诚信问题进行了争论 参议员们之后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面 他们继续争论 包括导弹技术扩散人权和台湾问题等 但是拜登作为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带领他的第一次海外之行是在二零零一年的北戴河 这帮助开创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时代 建立商业联系 让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当时拜登对江泽民说 美国欢迎在全球舞台上出现繁荣一体化的中国 但是我们期望这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中国 根据当时拜登身边记录的参议员助手 詹努茨他这样回忆道 而几天后拜登前往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 村庄距离他的家乡有七千英里 拜登像候选人一样高兴地与当地人打招呼 甚至接受了一位天主教牧师的圣餐 他回到华盛顿看到的是希望而不是危险 他向记者们传达了他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传达的同样信息 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 作为一个大国在人权贸易等领域遵守国际规则就好 但是二十年后中国的确是以大国的身份出现了 而在许多美国人眼中 他已经不再是遵守国际规则大国 而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共和党和民主人说 他利用了拜登还有其他许多官员支持的全球一体化 二零二零年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华盛顿大部分人认为的新冷战所决定的 而在拜登面临川普总统激烈的竞选攻击时 他对中国的语言发生了急剧转变 拜登开始说习近平是暴徒 他威胁说如果中国试图让美国公民和公司晋升 如果他当选他将实施迅速的经济制裁 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他今年冬天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根据对他十几位顾问还有外交政策伙伴的采访 以及他本人自己的说法 拜登现在已经把中国视为了顶级战略挑战威胁 二十多年来拜登从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到谴责北京 这是美中关系弧线的象征 现在已经恶化到了一个不稳定和潜在的爆炸性的状态 但是在川普先生谴责华盛顿建制派对中国问题的失败时 作为建制派化身的拜登却并没有收回他过去对于中国接触的热情 二零一八年外交事务文章中 为拜登提供咨询的两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坎贝尔还有拉特纳表示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政策失误 在整个意识形态谱系中 我们美国外交政策界仍然深深地投入到对中国的期望中 即使积累了很多反对这些期望的证据 建立在这种期望上的政策 未能以我们之前希望的方式改变中国 虽然拜登不承认自己之前的观点是错的 但是他同时说他不想改变中国了 而是要恢复美国的地位 美国必须作为其自由价值观和经济创新领导者的角色展现魅力 拜登先生表示从一九七九年四月 他作为参议院议员首次访问中国开始 他就对共产党不断发展的性质感兴趣 当时他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成员 他会见了当时正在开始市场改革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但是后来随着中国的发展 拜登也经常受到批评 特别是在人权方面 他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镇压行为感到愤怒 于是提出立法建立一个联邦资助的新闻网络 以促进国内的民主价值观 拜登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残酷的制度 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助手鲁斌说 他后来担任国务院的发言人 该电台于一九九六年以自由亚洲的名义上线 并且运营至今 拜登也看到了美国能够实现要求的局限性 在一九九一年在国会就中国最惠国地位进行辩论时 他承认中国在人权和贸易等方面有应该受到谴责的记录 但是他认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导弹 这可能威胁到以色列 说到习近平 拜登在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二年至少与习近平有八次会面 来考量这一位新任领导人 甚至在四川的一所高中与他一起打篮球 帮助组织这些旅行的是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根据他的回忆 拜登对习近平的评价是强硬而不敢性 是一个质疑美国力量 并且坚信共产党优越性的人 他说在一次白宫会议上拜登对顾问们说 我认为对这个家伙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 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 如果拜登成为总统 他与中国四十年的合作也将结束 分析人士这样说 他们说鉴于两国的意识形态体系 民族主义情绪 还有现在两国关系的轨迹 更大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拒绝新冷战 但是他强调美国必须放弃根据美国的需要来改造中国的幻想 在拜登和他的政策制定伙伴们为他早先试图改造中国的使命而挣扎的时候 王毅的话现在反而是引起了更多的共鸣 即使是在二零零一年在中国的一次访问中 拜登在上海复旦大学与大概四十名研究生的讨论中 试图强调民主理想时 也听到了有关于美国应该被限制的类似信息 当时拜登说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中国的学生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他们是中国的爱国者还是叛徒 大家都沉默了 然后有一位物理的学生站了起来 他说天安门的学生是中国的英雄 但是参议员中国会变化的 决定这种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将是我们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学生 而不是你或者其他在波托马克河畔工作的人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 随着川普总统向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施压 他要求即将社交媒体应用TikTok出售之后 北京进行了反击 并且选用了川普先生自己最喜欢的武器之一 出口管制 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虑 TikTok很难像5G设备制造商华为那样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一位中国投资者透露 北京不允许川普政府出现强制出售 即使是中国当局愿意避免十一月大选之前 两国之间任何紧张局势 北京利用出口管制可能会阻挠交易 这也凸显出不仅是美国中国也在努力使其科技产业与美国脱钩 根据数据新鲜国家已经是中国比美国更大的出口市场 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在中东等地 再加上数字人民币的崛起 将使得中国向美国以外的地方增长出口变得更加顺利 川普政府拒绝华为提供其雄心勃勃的全球5G计划 并且抵制美国制造芯片和软件来供给华为 但是专家不认为这将阻止与中国执行与美国科技生态系统的长期脱钩 如果有什么限制的话 中国只会尽快地来发展自己并且主动与美国进行脱钩 现在包括人工智能方面中国方面已经开展了大规模的突破性工作 有的时候已经发表或者是开源发表了相关进展 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 中国自身围绕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法律保护也变得越来越强硬 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现在美国中国和德国的经济轨迹与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之后似乎有相似 和当时一样德国裁减工人享受V型复苏 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复苏时他们抢占了亚洲的新业务 而在这两个时间段中国的出口首先迅速回升 这要归功于国家支持经济 对大小企业快速的贷款协调和财政支持 而与此同时美国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 文章分析认为这也许就是中国选择在TikTok问题上 铤而走险叫板川普的原因 北京认为自己与美国一样也有技术可以保护 也有经济武器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目前看来北京要敢在美国之前率先做好准备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